全台窗刺接種率 隨盜隨打還能拿好康 但看看台北車站 人潮塞滿大廳 擔心增加的北市花博 徵驗館卻只有小貓兩三隻 一樣都是送百元禮券 怎麼打氣差這麼多 本來有富有比較好嗎 不好 我不知道 可以送回去嗎 就一百塊而已 現在物價又長成那個樣子 一百塊還好 水到水到比較方便 比較吸引到我 北車因為人太多了 對 所以我想說 這邊剛好就是剛公佈 應該人比較少一點 就趕快過來打 有民眾抱怨送禮 沒有送到新坎裡 也有人覺得哪裡免排隊 就往哪裡去 但問題真的是出在禮券上嗎 我們準備的禮券有 包括像OK啦 然後這個Seven 還有萊爾富還有金站 這是我預期的 什麼原因呢 因為昨天我們到 這個晚上才做宣布嘛 所以北車我記得第一天 也是剛開始的時候 也沒什麼人 不忘強調 李勸品項豐富 要替花博接種站宣傳拉票 12月9號到12月11號 上午9點到12點 下午1點半到下午4點半 開放市打莫德納 預計上下午各打500人 不限國籍 無需事先預約 採隨到隨打制 機錢我沒有 沒有機格在 因為是旅遊過來的 朋友說再不打就不理我了 今天到期的是1064 那12月12號到期的是490 我們都緊急 都有在做監控 務必能夠在戒期內接種完畢 到是12月21號 我們還有25000多劑 時刻監控數量 打完立刻銜接不勝 施打戒期疫苗 和時間賽跑 要讓得來不易的防疫物資 發揮最大效益 歡迎收看宋郡 黃沛涵 台報道 公民投票決定政策方向 反萊豬進口 公投綁大選 重啟核四 珍愛藻礁 台灣的下一步 人民如何抉擇 12月18日晚間10點 請鎖定 有評有據看台灣 決戰四大公投 特別節目 請鎖定 請鎖定